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在乎 长大了说错了话就是难以理解的 还有人以为你在重伤别人 说得多误会越多 麻烦越多 甚至惹祸上身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变得沉默 不想说话 也不想和别人打交道 不是自己故作深沉 而是想要活得清净 真正成熟的人遇到这四件事 懂得沉默 一 人生的磨难最好沉默 真正厉害的人都是绝处逢生的人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人生的磨难 恰好是在考验自己的时候 赤城大气的第一步 人生没有低谷就没有顶峰 所有的低谷恰好是你迅能的时候 熬过去人生从此走上坡路 无限精彩 前几天朋友小安问我 如果一个人负债五十多万 应该如何翻身 我说 熬过去你就翻身了 小安又问 如何熬 靠什么 我说你要懂得折腾自己 只要方向没有错 就能够越来越顺 但愿小安能够坚持住 而不是自暴自弃 更不是情绪爆发 一个人负债累累了 只能是沉默 慢慢熬过去 别无他法 如果你想投机取巧 或者一夜暴富 那么你多半不会成功 有的人熬了十多年 才熬出头 正所谓十年莫一见 人生有多苦 后来的日子就有多甜 一个人的日子一直很苦 往往是说出来的 每天叫苦连天的人 苦难就一直跟随着他 不在心中 就在嘴上 是眼里 苦日子来了保持沉默 保持一种逆来顺受的心态 就好过了 二 说不清的事情 最好沉默 做人真的挺难的 难的是群处时守住自己的嘴 独处时守住自己的心 有人诬陷了你 你就是要反驳别人 也是百口莫辩 如果你坚持反驳别人 就会陷入到口水战的混乱之中 你犯错误了 如果你要解释清楚 反而会越渺越黑 最好是不解释 努力改变自己 让过去的错误 成一种鞭色自己成长的能量 遇到牵扯到很多人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掺和 你要是进入其中 你就是有理说不清 你说的话还有可能成为画饼 让自己惹上更大的麻烦 一些流言蜚语传到了你的耳朵里 你就不要传出去了 到此打住吧 你要是和别人摇耳根子说话 或者是放大了流言蜚语 你就是一个招摇声势的人 如果你的谣言伤害了别人 那么你就会得到报应 遇到说不清的事想 那就别说了 人生在世众口难调 众人难悦 嘴长在别人脸上 怎么说 说什么 无需在意 手长在自己身上 怎么做 做什么 自己决定 永远不要去讨好 厌恶你的人 永远不要去解释 受不清的事 守住自己的嘴 才会发现 无事 一身轻 所有受不清的事情 慢慢就淡忘了 哪怕是忘不掉 也会真相大白 得到自然的成绩 三 自己的成绩 最好沉默 一个人越炫耀自己 越容易失去什么 同事小剑 去年九月份和十月份 拿到了销售冠军 单位奖励了他八千块钱 小剑拿到奖金的那一天 请了好几个同事一起吃饭 他说 按照我现在的办法 估计以后的销售冠军 都是我的 小剑说话的时候 样子信心十足 我们都为他喝彩 今年 小剑的业绩持续下滑 但是他不思悔改 还总是对上司说 你要相信我 看看我去年的成绩 多好 你不能因为我 一时半会儿的成绩不好 就否定我的一切努力 小剑与客户交谈的时候 总是提起自己以前的成绩 让客户很讨厌 成熟的人 从来不会炫耀自己的成绩 成绩越大 做人越低调 把过去的成绩忘记了 不再谈起 那么成绩 就变成了一块垫脚石 可以让自己再一次进步 真正富有的人 不炫耀自己的财富 而是闷声发大财 在人群中 他也是普通的人 一个逃离满天下的老师 一个服务群众的官员 不会吹嘘自己的成绩 退休之后 也是普通的群众 沉默 不是埋没了自己的成绩 而是宁静致远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四 别人的家事 最好沉默 清关难断家务事 对于别人的家务事 也就保持沉默好了 不管对方是亲戚 还是朋友 同事 同学 如果你管了别人的家务事 你肯定要得罪人 甚至与对方繁目成仇 住在我们小区的刘阿姨 是人人皆知的 长舍妇 上个星期二 刘阿姨和小区的张大毛吵架 张大毛说 你无凭无正 为什么说我在外面 招三惹四 我招谁惹谁了 你给我说清楚 要不然 我和你没完 原来 刘阿姨在上街买菜的时候 看到张大毛和一个陌生女子 去了步行街 还买了一套女装 刘阿姨就认为张大毛变心了 对家庭不负责任 还把这事说给张大毛的妻子听了 张大毛的妻子 也是一个急性子 眼睛里揉不进沙子 狠狠地骂了张大毛一顿 刘阿姨看到的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人说得清 真正聪明的人 对于别人的家事 根本就不会去管 假装没有看到 哪怕别人凑过来说 也故意躲开 敬而远之 惠律法师说 当你要开口说话时 你所说的话 必须比你的沉默 更有价值才行 也就是说 可有可无的话 一律不说 保持沉默 沉默是今 一个人越成熟 越少说话 给别人面子 给自己尊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赛 期待 5